好,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一个 打网球它是一个 是个斗智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斗勇的过程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我们怎么斗这个智 如果大家能够接受我的这个理论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认认真认讲 怎么斗智 也就是说,首先你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是要一直在思考 但十有八九很多初学者 都不要讲 初学者第一次上这个网球场的时候 我的天哪,脑子一片空白 甚至有很多时候 已经打了很多场比赛的人 他脑子里面还是一片空白 他想的东西不对 他在想什么 他怎么打死你,怎么打死你,怎么打死你 他在想这些东西 其实这不是智力 这又是在斗运,在斗气 打网球绝对是在斗智 也就是你在每一拍的时候 都要有自己清晰的想法 我这一拍是为了什么 一般来说,我这拍是让你更难过 对吧,那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同时我还提出另外一个 一个理论 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一下 或者去尝试一下 其实在一些初级的比赛里面 也就是说在赛惠福比赛里面 的小赎赛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出现者 对出现者的这种比赛 谁赢啊 绝对不是那个攻的好的赢 我是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不是说那个有一个人比他强 强了把两个的级边的爬 他当然把他攻死了 我是说在差不多的能力的情况下 你会去看这个比赛 一定不是那个攻的很多人 赢得这场比赛 而是那个守的好的人 赢得了这个比赛 也就是说经常性的 有的很多人不服气 说你拿着我碰到月亮球 天哪 我碰到那个月亮球 真的没办法 其实我在比赛 我在训练的时候 我能一拍打这边 我一拍打这边 打得很快 我能拿暴击什么东西的 但是问题是在比赛里面 我碰到了一个月亮球选手 我简直拿他没有办法 然后输掉了 这个人没有武德 不耗子为之 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的 是他比你更懂网球 因为网球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我为什么喜欢网球 就是网球是个极其公平的游戏 你可以打你想打的任何球 只要在阶内 谁也要你这么打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不要怪他没有武德 而是你对比赛的理解不透彻 其实在初学的时候 是谁守得好 谁赢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不要看不起那些月亮球 看不起月亮球的那种选手 我看过南京有一位 南京有一位 以前打职业的 许内冲 跟我年纪差不多大 以前是好哥们 后来因为 工作原因什么 现在我跟他交流不多 最近又跟他打 职业选手 江苏队的 打了这也是30多年球了 他跟人打球 打到这个ATP的那个前段 去年 前年我跟他都参加了 那个ATP的一个业余赛 在南京 他跟那个 跟那个 一个老外的 老外杀了 怪怪 狐狐身风 刚打一个 刚打一个 不就赢了吗 很高的高手啊 也是 对网球理解是很深的 也曾经打过职业的 他也能这样去打一个比赛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在职业网谈 也不是那个 击球最爆的那个人 去到ATP 你到大满贯总决赛 或者年终大师总决赛 一定不是那个 最爆的人 是冠军啊 一定是那个最有脑子的人 是冠军 所以 业余选的时候 特别是在掌球的时候 刚刚开始走上比赛 或者走有一些比赛经验的时候 他很容易把这个 把这个比赛的 这个自己打不好啊 什么归咎到 我的球速不够快 因为随着他的这个 网球的进步啊 球速的提高 是一个 是一个和他的网球进步 走在一起的 就是同时进步的这样一个 所以他认为 只要我的球速够快 我就能赢 那这是没有 没有好好去动脑子 去打一个比赛啊 所以 记住 每一拍 要去动脑子 那现在我告诉你们 动脑子的第一步是什么 刚才我就讲了 防守要防守好 怎么去实施 那么 我这边说一个 战术的基础 也就是 又跟前面那个第二落点又相干了 前面讲的那个第二落点 有好多人 还是不明白 但是 我在现在讲的话 那就有用了 要把那个技术拿到这个地方来啊 第二落点 那就首先有第一落点 你的第一落点在什么地方啊 比方说你在打一个比赛 你们可以去试啊 打一个比赛 我把这个球尽量打到底线 离底线越近越好 离底线只有50厘米 打到这个地方 保证 基本上来说 那他的第二落点 就在底线的后 五米的地方 至少 那么这个选手在 那在什么地方基球呢 差不多在底线后 四米的地方 或者三米的地方 去基这个球 你们去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站位很好 你的球不一定要快 你棒打出去以后 你还能回味 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你打到这个 这个球的第一落点 在这个底线的这个50厘米 甚至更靠近底线的地方 然后他再跳起来 再往后跳 然后持对手的 最佳的最舒服的 击球点在什么地方 在底线后三米 开外 甚至四米的地方 你想象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底线后三米 或者四米的地方 一拍把你打死 而你站位非常好 因为你那个球 砰飞过去 最好就是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往中方 这个这个中心位 最好防守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人 能把你打死 或者概率是多少 还七拍就能把你打死 可能有 还打了一个 不知道非常规球 什么把你打死 正常的棒 这一拍 他在那个底线后四米 把你一拍打死 基本上没有 可能比你高两个级别的人 这一拍都不会打死你 所以说 这就是网球的第一步 网球战术的第一步是 大原则是什么 是首先 固化自己防守 固化自己防守怎么办 我要把球打到那个地方 他这一拍打不死我的地方 那这样从逻辑上来讲 如果你每拍都能打成这样子 你就不会输这场比赛 你赢不赢 先不谈 你就不会输这场比赛 甚至你不会输这个球 因为你每个球都打到 他一个他打不死你的地方 你这分不会输了 然后你下面需要的是耐心 如果你碰到一个比你很高的高手 那人家会有办法来对付你 但是跟你差不多能力的人 你靠耐心就能刷死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